哈囉 各位捷面後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李維琳老師 那我們今天來到我們的測驗題 我們測的是 當有另一半的父母生病的時候 你會去照顧的意願有多高 那我們就有四個選項 就是 A 是彈性障 B 就是孫悟空 那再來的話是出八戒 那再來是殺無盡 你可以用你的直覺方式 選到一個人物來看看 內心世界的指數有多高 好 那我們看看 呃 彈山上 好 我們給他的答案就是 看事辦事 那最主要是彈山上的性格裡面 他是屬於 呃 比較是不主動介入的 因為他是有責任感 可是因為他會 考慮到說我一半的家人裡面 他們到底有沒有很多的意見在 那怕引起很多的麻煩 所以因為人多口雜 所以他儘量不主動介入 但是不代表他不介入 所以若是說家裡的達成一致共同目標 或是說需要去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執行 好 可是主動上基本上很少啦 那再來是我們選到孫悟空的話 我給他的答案就是讓錢去死 那孫悟空的性格裡面 基本上來講 他是不喜歡在一個很過敏模式 然後很悲慘的環境裡面 他要過的是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基本上來講賺錢不是問題 但是花錢更不是問題 因為可以解決的事情就是消失 我寧可做我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做那些負面的對他講是有壓力的 所以他不喜歡 他寧可去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我用錢去行使我的權利 他是OK的 那再來的話是選到豬八戒對不對 好 那我給他的答案就是 能閃就躲 好 那基本上豬八戒的性格裡面 他是屬於那種 理由多 然後不喜歡做太勞碌的事情 所以當你選到他的時候 你可能產生的效益個性就是 我不是不錯喔 不是不錯 但是我的理由很多 我今天工作很忙 老闆加班 或是我身體不舒服 或是我頭暈 OK好 那基本上 我還是會做 但是很勉強 所以選到豬八戒的人 基本上你在照顧另一半的 父母意願上面的話 會能閃就躲 但是還是會做啦 只是說很勉強的去做他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選到最後一個就是殺五鏡 那我們給他的答案就是任老任怨 那殺五鏡基本上是一個很傳統的 然後比較悶的人 那因為他生命過程裡面 只要我跟另外一半達成 可能要過一輩子的一個最大目標的時候 其實我不會太想他的其他東西 我就是照顧目標慢慢做 所以當我在行使感情的時候 這個人是我在意的 裡面所有人事物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日常生活 就好像我自己爸爸媽媽一樣 所以我在行使他的責任的時候 我也希望有照一日 我的另外一半也可以 一樣的照顧我爸爸媽媽 所以他是比較任老內運的人 會去行使另外一半 但父母萬一有真的要做的時候 他會去做 所以我就會去做 從來 他會在生命中 喊很傷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